2015年3月25号 欢迎收看百个世事为你整理的各报评论 首先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查EMDB 劳师动众 朝廷政府的乱象丛生 让人啼笑皆非 光明日报评论专来看见作者指出 单是一马发展公司那一盘 夜半勾升的账单 就够劳师动众 更劳民相财 除首相兼财长下令国家总机查司 亲帅兵族追查外 一人之下的穆大人也同时 敦促国会的公账会同步跟进 实施两头马车骑进 以侧安全 随后总检察署反贪委会 和皇家警察三个官方机构 也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团 以更标准的作业程序 检查EMDB的补葬六部 以及相关人士 一马发展公司的老师动众 还没完没了 一党的马夫兹又在国会动议 应成立皇委会 才足以查清一马发展公司的全盘账目 作者质疑 这又要动员多少兵马 需要多少的经费 是否像安华基建案那样 请个鼎鼎大名的 沙飞翼当领军人物 只需一千令吉罢了 下来是中国报的评论 孤独的马哈迪 李光耀并是引起国际关注 中国报评论专栏 曾子曰作者曾子权提及 当年的李光耀 马哈迪和苏哈多 三人一同提倡亚洲价值 各显才华 李光耀强调清廉治国 马哈迪搞政治 如同交朋友 苏哈多把贪污当作推动经济的润滑剂 同一片土地 不同人耕耘 长出不同的果实 李光耀以连结建立起制度 严己律人光耀一声 小小岛国高高升起 欲满天下 马哈迪和苏哈多大搞全数 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 宽己愚民 一再变脸 与家族捧党财团分割利益 把国土变丛林 自由跳跃 如今好友相继离去 马哈迪是幸运的 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地位 继续在丛林中自由跳跃 只不过他在往后看 大家都在往前看 他更加孤独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